主子,我们都愿留下来守着 对,主子,只要您一声吩咐,我们都愿意留下来守着 凤九点了点头,露出一抹笑容 这样吧,你们也都被困在这里许多年了 就这么让你们留下,要是有些说不过去,就轮搬守着吧 古老分派些人出来,轮流守着 一盘古老听了便道 主子,不如这样吧,我们古家一族在外面也已经被毁灭 眼下这里的结结大阵破开了 若是我们有需要,也可以出去买些东西回来 所以也不用其他人轮流守着了 就交给我们古家一族来守护吧 也好,那这里面便交给你们 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个地方安家 谢主子 凤九看向众人 今天结界打开了,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只要日后我也用得到你们的地方 信号发出以后,无论你们身在何处,在做什么事情 都得赶往我召集之地便客 众人危政 主子,您这是叫咱们各自归去 这很奇怪吗 难不成我还得养你们这么大一帮人 这到了外面去,你们也饿不死 不用一直跟着我 我说了 只要我有需要用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出现便行了 众人呆了呆 好半生,有人问 主子,那我们要是想去找你 又该去哪里找你 百川城的天丹楼可以找到我 都散了吧 要走的都可以走了 众人相识一眼 却没有动 于是迟疑了一下 主子 那我们能不能也留在这里 在这里安家 凤九怪异地看了他们一眼 都不想离开这里了 主子 这里进去解开了 我们若是有什么需要 也可以下去城镇走动走动 所以我们感觉 离不离开的倒也没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们若都在这里 那主子要是有什么事找我们的话 我们更是能随传随道了 不是更好 行行 随你们 不过 要在这里留下也行 但这里面呢 我还打算重新整顿一下 你们到时着手安排吧 细致的事我会让古老交代下去 众人当即兴奋地笑了起来 好 主子 我们都许久没去城镇中溜一圈了 今天我们就先下去看看 买些东西回来庆祝一下 等一下 凤九手一扶 数个箱子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里面都是些金银珠宝 你们都分一分 留一些在身上可以用 你们是我手底下的人 也是这悬浮之地的守护者 这里面的改造 还需要你们出一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